新人穿着婚纱及西装 笑容灿烂 甜蜜入场 诱人一身轻装 牵着另一半的手 参加金融市联合婚礼 仔细看地点在金融城际转运站内 外头滂沱大雨 刮起了强风 但在走红地毯前 新人和亲友们把握机会拍照 似乎不受到金融豪大雨影响 喜悦之情全写在脸上 期待很久 有啊有啊 就我们已经交往三年了 然后终于要结婚 来伴在外幕上 原本很担心 然后好像主办单位很贴心 就帮我们移来室内这样子 对然后他们也很辛苦 这个这一半气象预报是封面 所以主办单位 把它移到这个比较靠近 有遮雨棚的地方 会比较安心一点 他们想要办怎样的婚礼是他们的决定 我们家长就配合 很难得啦 小孩子一辈子一次啊 大家都高兴 金融市民联合婚礼 原定在风光明媚的外幕山举行 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和东北季风双重影响 主办了斯坦府民政处 在婚礼前一天 紧急通知新人 婚礼地点 改在成绩转运站举行 让每一对新人不用领雨 完成人生终身大事 那在现代的青年朋友 虽然在比较相对低的 这个结婚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政府还是要尽心尽力地 来办理这个婚礼 让我们新人呢 能够在这个简约不述 然后简单又隆重的 结婚礼典礼上 跟家人朋友 共同来参与这个婚礼 然后享受这个 得到大家祝福的一个场合 希望在这个婚礼 由我们市政府委外的单位 来布置相关的拍照的景点 虽然天气非常的不配合 但是不减热情 也不减爱情 希望爱情跟热情 能够继续在季容发生 看到这么温馨的这个场面的话 我想也可以使他们的 爱情更加迷奸 而且也让他们能够 步入人生新的一个里程 所以我在这边忠心地来 恭喜来祝福他们 也让他们都能够 永一爱和 白头学老 我想我们基隆市的人口 有在逐渐下降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几对的新人 能够结婚后 能够多子多孙 让我们基隆市的人口 能够逐渐地能够增加 让我们的基隆 能够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城市 基隆冬季 东北季风增强 这次又遇到台风 外围环流搅局 还好主办单位精心策划 让新人顺利完成终身大事 想必也是新人们终身难忘的体验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谢谢 也可以哟 也可以哟 中文字幕——YK